朋友们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另外一种 如何快速的寻找蜜蜂的方法 就是我们根据太阳的光线来寻找蜜蜂 如何根据太阳的光线来寻找蜜蜂呢 大家看一下下面是太阳能照射得到的地方 另一边是太阳照射不到 这个时间段在早上9点至12点下午是2点到太阳落山 这个时间段根据地形来寻找 根据太阳的光线来寻找如何寻找 就是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在山顶上的时候 然后我们根据太阳照射过来的光线 它呈现出灰蒙蒙的状态 我们用手遮住眼睛 手的上面就是遮住太阳赤眼的光线 然后下面就是太阳斜射下来的光线 在斜射下来的光线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光线中的昆虫的飞舞 那么蜜蜂是一个群居的昆虫 如何才能辨别它是不是蜜蜂呢 就是我们能在太阳斜射的光线中看到 能有进进出出的一定就是蜜蜂的蜂窝了 蜂窝所在位置 这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点个关注下一个视频 请我再详细的给大家讲解其他的找蜂方法 点赞加关注找蜂又蜂不迷路